藥室的薪水很高嗎? 只要念4年 通過國考的話 那至少起薪可能都會有 6晚上 大家對藥學系的感覺就是 哇!就是寫寫沒事在藥房裡面吹冷氣耶 真的是這樣嗎? 在社區藥局藥師很忙 就比如說要管一些禁藥啊 管藥的庫存 處理一些比如說跟廠商溢價 藥室的薪水很高嗎? 只要念4年 通過國考的話 那至少起薪可能都會有 6晚上 聽到藥學系都會覺得說 這個科系其實很仰賴要背很多東西 背這件事情才是藥學系的關鍵 背當然是很重要 要理解他後面藥理的激轉這些 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在旋轉 不是 然後在背後咬過 原來他是開這什麼藥啊 到底懂不懂啊? 也不至於啦 畢竟說我們也沒有看到病人直接的病例 還是會先尊重醫生的選擇 那有問題的話 然後再跟醫生 和諧的討論 醫生跟藥師的薪水 還是會有一個差別 那你有沒有自己想過說 跳槽這樣子 要你畢業以後 從考醫學系 不管是西醫中 其實都蠻多的 這個比例真的很多 我覺得真的是看個人 醫生有所過勞的情形 藥學系的生活品質真的老很多 藥學系跟中醫真的沒有關係嗎? 念了藥學系 你就是西藥妝都要學 喔真的喔 學校生活 藥學系到底是念4年 還是5年 還是6年 台大的話 全面改成6年制 藥學的專業 你要塞在4年 其實你蠻有壓力的 所以最後多了那2年 比較多 像在醫院裡面 你臨床上怎麼運用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 非常專業的臨床藥師 那這一塊的薪水就非常重要 所以它其實是在醫院裡面 類似是實習一樣的上課 對有點像是 有沒有什麼是 你現在會比較後悔 當初能好好學習的地方或客戶 像我們學校的話 藥學系的課程都是必修 我沒有選修這種事情 不是喔 我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遺憾的地方 好像同學就是考不上正教 也是會有 那它怎麼辦 就是在考啊 高中的時候 目標就是要考藥學系 所以你對藥學系 可能會有一定的認知跟向往 那現在就是你已經把藥學系讀完 然後你已經畢業了 你覺得在認知上 會有做差別嗎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我要研發新藥 我就一定要念藥學系 然後那時候 高中也是這樣子覺得 念藥學系 然後研發出很厲害 就癌症藥 然後救全世界的人 之類的 好像那三大四 的時候我就問我們老師 念藥學系在研發新藥 到底比其他科做什麼優勢 老師回答我 沒有用 那第一個當然就要問 藥學系畢業之後都去哪裡 去藥廠 或者是去當藥師 藥師比較簡單 藥師就只有三個地方可以去 就是醫院 診所 藥局 去藥廠的話 第一個就是 MSL 醫藥學術專員 CRA 廠試驗研究員 然後你也可以當 RA 你要去處理一些藥師法規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部分是會去當 Sales 醫藥業務代表 然後再來就是Marketing的部分 這樣子 最重要的是RD 藥物研發 對 所以藥學系在藥廠 其實有很多很多職位可以做 還可以去政府機構 比如說像台灣的 食藥署 TFDA 這也是藥學系的出路之一 那你有沒有就是把審議審 就是醫療上的糾紛 就類似說 可能真的開錯藥了 那這樣到底責任在誰身上 我相信這種情形是一定有的 醫生開錯藥這件事情 就要分成兩種 一種是醫生他真的完全開錯 比如說這個人是糖藥病 他開始很高血壓 要藥師也只能照配啊 我們也不知道說 他其實醫生是完完全全方向開錯 其實我覺得這跟藥師其實是蠻無辜的 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看到 非常完整的病例 看到藥單 他年齡、體重都很合理 那這樣我們就是照著開 可是如果有另外一種 我覺得藥師也要一起負擔 則是比如說 醫生要寫說 那種藥他可能就是一次喝到兩顆 或是0.5顆要過半 那如果醫生很明顯寫錯 每天晚上有睡前一次五顆 像這種 有這種的話 藥師就必須要有幫忙把關的責任 我覺得就是怎麼樣特質的人 比較適合就是念藥學系 問好用化學 會不會常常背東西啦 這樣你背都不背 那你覺得考不過國考 那你會想要對就是 未來即將念這個科系的朋友 你會想要跟他說什麼 或是跟他說你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嗯 我會覺得 如果想要研發新藥的人 要正選 對因為研發新藥的話 有分全合成 就是有機合成 跟生物合成 或是在中間半合成 那如果你想要 對有基因化學很有興趣 你想要當化學家 就是去念化學系啊 你想要做一些基因轉職的 基因工程 那就是念生科系 我自己才會覺得說 如果說要 研發新藥的話 教學系可能不是 最好的選擇 掃描Ты了